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恐龙快打三叠技版本困难难度的这么一个通关视频 很多时候小狼怎么一上来,就是这,对吧 就是这么多这个生化灵者啊,生化大刀王,小飞刀骗子啊 但给大家伙讲讲啊,这个视频不一般啊 前面呢,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三叠技,三叠技版的这个地呢,地板玩法 然后给大家伙做的这么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呢,前期呢,可能稍微长一点点啊 有那么一个小时15分,15分钟左右的这么一个时期 那么也不能说没有难度啊,整体来讲难度并不是特别大的 这个视频的看点啊,它是最有意思的 从第七关的关底咱们正常过之外呢 再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在第八关是非常亮眼的表现 应该算是这个一年都难碰上这么一个视频 而且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青石大神啊 之前我是多次解释过他的视频 这个视频也是他自己发给我的 这个就是这个外行看热闹 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 很多人说啊,你这这么多 这个五六个,对吧 五六个这个生化人者到底怎么摸个萌法 我跟大家说讲啊 他这个萌还真不是说跟你们嘻嘻哈哈的啊 虽然说咱们的血量也比较多 然后暴击那也比较多 但是经常容易挨打 你一直血沙不行 靠投机呢,无敌时间还比较短 对吧,你只能是靠这个风骚的走位 还有不定期的这个投机 甚至是各种血沙 一个不要心被打断 这个你的暴击呢,再少一点点 那么你输出不行 你有可能会比你比如说你两分钟能打死这个 这个这一关 但是呢,你攻击不够 变成了对吧,变成了三分钟 那这一分钟就有变数了,对吧 这个就非常的难受 当然这里面从这里面开始解说呢 时间呢,也不会短 主要呢,虽然说是看这个第八关 但他第七关的关底啊 也是非常有看点的 可以看到马上就要没血了 然后起身一摔 摔的时候呢,咱们也是有这么无敌时间的啊 好了,打死中剩两个 剩两个的话 那对于这个大神来说 那你就真的是随便玩了啊 随随便便了 OK,这就是来自于星世大神 可以看到啊,第七关 打的还是挺悲惨的啊 这个,也就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是属于越来越好打 前面是最难打的啊 当然前面的血多 咱们可以用血杀来突破 第八关,咱们正式来临 第八关的难点是一上来 你看啊,他就是这点血 啊,他就是这点血 就这点血,咱们怎么打 这个要拭目以待 我们先快进一下啊 好了,可以看到 虽然说咱们的暴击是60啊 其实大伙了解 现在很多游戏的改版啊 这个变得都非常的猛 那么下一步也是来自于青石大神的视频的 小狼也会给大家伙播啊 那个就更变态了啊 有点像那个西游试了转的噩梦版的那种感觉 哎,这个总体来讲就非常变态 好,前前手 这个游戏啊,咱们跟大家说啊 正常来讲呢 是一上来就是 对吧 三五三管血 五管血都不一定能通关 对吧 何况是一上来 咱们就空血了啊 还好呢 刚才给了一个蛋糕 当然就靠这些补给 咱们远远是通不了关的啊 很多人都了解啊 跟大家讲这个事啊 就是说 呃,对于青石大神 或者说这种绝对S级别的高手来讲啊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一点 对吧 你一点是 呃,五管血 才能保证自己有一定机会通关 三管血都不稳 何况说现在没游戏 所以看看接下来它是怎么的发挥啊 之所以它玩的这么贵 就没办法 你可以看到这个小怪的智商啊 他的AI非常的高 尤其是你像这个屠夫 他就一直在给这做 而且做的时候有无敌时间啊 这点是非常讨厌的啊 就一直用斜一麦根 为什么又用这个血伤 斜一麦根的好处啊 就是可以让自己起身第一时间无敌 然后卡起身 可以再摔 再来一套必死 不卡起身 他就一直蹦 他蹦的时候呢 有无敌时间啊 这点是非常讨厌的 好了 那么他在缓 我们可以该快进快进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还有这个 对吧 还有还有这个摩托车的这个boss 好 抓过来 一摔 玩躲 你就感觉这个胖子 如果正常 咱们的 咱们的这个大胖子 这个batcher啊 也就是这个屠夫 这个屠夫在正常作为关底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变态 而且他的移动速度 你们看不看见 移动速度也是很变态啊 这个绝对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说哎呀 不就这两个怪吗 有什么好难的啊 这还真不是这样的 好 而且可以看到呢 这个底下 底下这个摩托车boss呢 他也并不是浪德虚明 他主要是起到了一个騷托作用 好的这个胖子还真可以给了一个大龙虾 一个波龙啊 真的好 真的好啊 好了 ok 好了 看看 Shay my girl 你看这里关键这个大恐龙 关键除了有一龙 有一龙啊 还有这个大这个剑龙 你有没有什么马门吸龙什么的啊 有那个就太狠了啊 好 ok 血沙过来一下 前前跳手 这个 哎 这个骷髅头啊 这个好多人说 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原来是一个棒球 那个一个套装啊 后来发现啊 真的是棒球套装 我以为是玉米 就是包米啊 先让你帮米啊 就我以为是那个 结果是热狗肠 就热狗包个肠 我真是醉了啊 有点东西的啊 好了 ok 看看 慢慢走啊 这个他有可能会瞬间出现一大球的怪 你看 瞬间出现一球的怪 而且这里面很多的这个boss 他的AI和这个速度啊 都都加了 你看看你 对吧 攻击频率 这就有点像那个三国战技的这个 三国之二的那个战狼版 甚至比他还要再变态一点点这个怪啊 他的速度变快了 你像三国战技二的这个 不老说三国战技啊 三国之二 他虽然说 他的这个攻击欲望变得是无限攻击欲望 但是啊 但是我想说 这个 他的速度啊 移动速度啊 什么攻速啊 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 你像这个 你像这就不一样了 这 他的这个攻击频率 还有移动速度都很快 尤其是变色的那种 当然很多人说 小狼啊 我看了 他这么多血 一会就给补给 也不难呢 这个还好 这就是说一开局没有血 能长成这样就不容易 我说的是那帮人 一开局三到五玩血 照样还是给你爆血 但是爆了你也过不去 你也过不去 好 直接来了一手警战 哎 我想问一下啊 吓我一跳啊 那个阴影在那 我行 这个警战 搬开之后发现 底下没有下水道 这就有点理解不了了 好 有没有什么 确认 怎么怎么的 等级 好的 OK 这直接 这是暗黑了 兄弟们 这个三叠记版 可以看到 突然变换了一个暗黑的地图啊 这是作为第二关的地图啊 还是第六关的地图啊 这个看起来 应该是第二关的 音乐好像是 啊 好 再扔过来 这属于李世界啊 这属于李世界 OK OK 再躲 感觉这个 哎 这个龙啊 小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龙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关键是 关键是你这个龙 作为一个野外的龙 你直接穿衣服 那说明就是老头变的 对吧 你老头变龙就不用说了 好的 看看 hammer BLK 这让我想起奔驰车了啊 OK 大龙虾 哎 这个血量真的是 这那到这儿啊 就觉得开局难打 但是呢 凭借一手 风骚的这个猥琐走位 你导致自己可以了 来 这些小兵 看起来是小兵啊 因为他的血量并不是很多 但是呢 也有三管血啊 对吧 也是三管血 要是要知道这个地方 他也他也要难的 地图呢 不是很大 好 压起身 牵牵手 可以看到啊 这照样还是要挨揍的啊 血杀这种东西 并不是说玩起来那么简单 好多人说哎 啊 我知道了 原来他是这么玩的 那我也血杀 我用血杀无敌 哎 当你玩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你你试一下就知道啊 你懂得都懂 好 还好给爆了一个 这是加百分之百血量的道具啊 一吃就是一管血 摔死 这个地方呢 有一点点小难度 但是又不是特别难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青狼啊 这个变异的这个野人 他也是移动速度和攻击欲望都是爆炸型的啊 都是爆炸型的 好 好了看看 青天手 反身位 抓过来一摔 再摔过来一根 好 反身位一摔 再找青天手 OK 这红头发啊 可以看到啊 作为一个精英怪 他的血量呢 也不是很多 但是呢 又感觉很讨厌 反正你秒不了他 而且咱们的暴击啊 随着挨揍啊 会变 虽然说很多人说 哎 这是48内存值的这个暴击 是不是比40要高 肯定是要高 但是 哎 这个野狗不到哪去 你看被打了变成40了 其实40啊 就这种变态版本啊 他并不是很高的啊 好多人都知道啊 有88 有90 有90 有99 啊 这是非常赖的 好 可以看到 这一堆屠夫啊 这屠夫的皮肤还好 不是暗黑屠夫就好啊 好 利用血杀 这条跟大伙说血杀啊 血杀灰空啊 你不费血 这个肯定是有好处 但是他马上之后呢 就有一定的无敌时间 同时还有一点啊 他最赖的又是什么 哎哎哎 你看这什么鬼 他晕了是这样的 哎 这个晕了特别有意思啊 我懂瓜子啊 好 又是被砍 砍成48 之前咱们还有5A 这也是好的啊 也是 也是 不错啊 60 到现在为止 没看到有那个88 99 如果有99的话 这么说吧 你攻击力几乎是比40的话翻倍了啊 这种感觉啊 这就非常赖了 OK 可以看到 还剩一关血了 你看他给了这么多补血的 除了挨揍之外 你血杀也是一直在耗啊 大伙了解啊 你血杀的话 打中目标是要费血的 而且你打中目标 打中多个目标 是要多个费血 大伙看不看见啊 这个小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认为就是血杀了 打中目标的就费血了啊 是这么个想法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 好 血一麦个 好 38的暴击 这很难受 血杀 确实啊 能看到吧 这个李世界确实难啊 他这个是几乎是给人一种感觉 百分之百爆 他就知道你玩家不可能神道 就是说 你完全不费血啊 对吧 完全不费血 也是不可能的啊 基本上打死关键怪 他一定会爆这个关键的补 而且这个游戏 基本上就只有补有用了 给你枪已经没有用了 这不是天王版 如果是天王版的话 给你枪 你还可以考虑说无限子弹啊 对吧 不是天王版 你就难受了 对吧 那四十多发子弹 或者说六发喷子 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好 反跑 血麦个 好再摔 扔 漂亮 这一个AOE啊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扔手雷 那个前前跑 然后扔手雷 那么一个穿透型爆炸 这贼过瘾啊 这真的是相当的殆劲啊 好 前前手过来 可以 这一波又打完 没有 还剩最后一个啊 OK 捡起雷 OK 这是 打过来 感觉有点像下那个太平清岭一样啊 好 血杀一堆双头龙 我去 一堆双头龙 这该起必须有点血杀 因为这双头龙可以 他可以跟着你走 然后给你拉距离 你往前走 他后退 然后呢 他用远距离干你 看不看你 这很赖啊 很多人说刚才打为什么没有费血 他也没血杀呀 你忽略了一个事 就是你投契的时候 也是 也是有无敌一针的 也是无敌一针 而且 这个针数呢 还很长 将近一秒多钟啊 OK 好 先杀过来 一摔 反跟一手 好 还好啊 其实刚才那一堆龙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咋玩的 那堆龙 关键是我一个龙 我都打不过 但是大伙都知道 这肯定是有套路的 像那些高手打这个龙 根本就不费劲 但是我去打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 真的 你牵牵手也不行 你是 对吧 我想抓他 我还抓不着他 你看人是怎么玩的 咱不知道啊 咱也不敢问 人的跑位走位 还有节奏点 知道什么时候抓是无敌的 好 这个突破了暗黑的 这个隐藏路线地图 直接来到了 最后一关关卡的 这个 地方 OK 利用转身 这些怪看起来 就比较素了 就没那么变态了 看不见 这些怪感觉随便玩 是不是 好 摔过来 小菜篮子 小楼的时候 这个我知道 这是菜篮子 里面有 这是 里面是有 是有虾 有烧 有尖弹 有这个鸡腿 有这种感觉 看不看 我是个人感觉 应该是这个 对吧 其实我觉得 这个头戏挺不错 把这个 抓住了之后 然后 电炮 打三点 挺好的 起身压 你看人就能 压住 咱就压不住 一个雷 这两个雷 要留着 跑到一定位置上 要留着 有的时候 这个群体 AOE 真是不错 拉住 拉住下方向 咱们站着 不动不行 你得拉一个方向 否则不好抓的 好了 这个 感觉 刚才感觉 好像是 这个翼龙扔的 这个箱子 这些箱子里面 可能会有补给 咱们看看 最后的一个 雷还是血杀 跳A 好 但是血不是 很足 没给多少血 利用下上 等他下来 等他下来 连踢两脚 这也是个套路 要我就是一个 下上手 直接一个 一个空中 大翻身 他是选择 骗他 骗他落地 骗他落地之后 直接一个跳A 跳A 这个也是个套路 真的是 真的是牛逼 好的 看看 再摔 一定要拉方向 板跑 这个雷扔的 他没有前前 跑出来 那个效果 如果一个前前 跑出来 效果 会有一个 一个 一个穿透 这个穿透 非常牛逼的 这一个电炮 这是你跑到他的攻击范围上了 这一个电炮 真的是有点赖了 好 Shaymaker 一摔 大金杯 感觉这个大金杯 大奖杯 比那个 比那个boss都大 好 这一个藕合色的龙 摔过来 反摔 OK 这是草莓蛋糕啊 这上面有个小草莓 但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他是没走过一个 走到一个地图的节点之后 他就会刷怪 如果你跑得快 他会 他会刷一群怪 如果你跑得慢 他就会刷一群怪 你看 你这个反跑绕过来 你会发现他挺赖啊 你往后走 他就追上来 而且他的移动速度比你快 虽然说他没有你跑得快 他绝对比你走得快啊 只会走 你就玩不了了 OK 直接到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直接快进啊 好 快进过来之后 发现又刷了一群怪 这个没办法 他没有办法一直一直刷 只要走到了那个节点 他会一刷一群 好 轻轻跳A 血沙牙起身 反摔 也是也是无敌 这里面可以看到 他血管上面写着乘以4啊 这个也还好一点点 就感觉好像 他血管乘以多少一样啊 是不是 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但其实不是啊 兄弟们 你看 但其实不是啊 他这个X4 这个 OK 其实看那个什么 看多了啊 看那个什么 地下城什么的啊 你看那个BOSS的血管 他不给你显示什么颜色了 其实也是显示颜色啊 你看地下城 他就是显示颜色 你看这个怪 你打他一下 他倒了 但是他立马从地下站起来了啊 你看立马就站起来 有点类似于像在外面地下城 你玩地下城 然后对空中一打 他就是那个 马上就一个下蹲 马上就立刻就蹲起来 然后有一定的无敌时间 大家打会记不记得啊 立马就下蹲 跳过来 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血杀卡一个无敌人 然后把怪引出来 在自己有一定时间无敌的情况之下 先利用这个投技啊 或者什么呢 先打开一 打出一片天地啊 再血杀过来 好了 这个位置 他正好一个快手的时候 咱们这是用投技摔出了无敌 否则就挨揍了啊 所以说咱们打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卡这个节奏 有的时候吧 你打得快 是有好处 有的时候你打得慢点 也有好处 比如说你抓住了之后 A A 等 你等自己 马上后面的人要包扎你的时候 你再一个摔 有无敌效果 然后马上一个前前跳手 看到你 马上一个前前跳手啊 这个确实厉害的啊 看看 马上最后一个地图啊 这个地图就不用说了啊 直接快到这来 然后先是一个暗黑的啊 先是一个暗黑的 一个怪就不用看了啊 那只要是个高手 我感觉就玩这个游戏 三线都能玩 酷 我应该是五线啊 好 OK 没有小兵的boss的不是boss 没有绯闻的名人 算不上名人 知道吧 那就是拿了土 好的 铁头弓 直接摔死 然后直接第二手变身 好 戴个小眼镜 这个他戴的眼镜是真的 眼镜比眼睛还小 我真是服了啊 好 摔过来 先杀一根 反摔 先迈个儿 好 摔回来 再铁头弓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以前打这个原始版本的时候 只有一个这个双头龙boss 而且这个双头龙boss 他顶天 他就召唤出来一堆能撇飞刀的那个小怪 然后撇完就走 这个就不一样了 好的 还有这个摩托车啊 这个摩托车挺阴险的 因为他随时随地扔手雷 这点是非常要命的 而且呢 什么boss都有 看不看见 当然呢 最讨厌的几个boss啊 第一关的boss 第二关的boss 第七关的boss 或者说是 第五关的boss 第四关的boss啊 第四关第五关 还都有 而且还有第六关的boss 看出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关的boss都有啊 虽然说这个第七关的boss 就是三个 三个第五关的boss 能理解 还是第四关啊 第四关啊 第四关 所有的boss都给你一个 对吧 你看 对吧 第三关那个摩托车他也有 还可以理解的啊 好了 一个前前跳手 这样的话直接打爆 打老大打死就行 其他的你看 那多少血 你真不知道他多少血 老多血了啊 打死老大就行 但是老大呢 目标比较大 还比较 比较能干 可以 最终呢 是选择了啊 你可以看到 也是这个一命通关啊 确实挺不容易的啊 OK 这来自于青石大神 给大伙表演这么一个精彩视频 在片尾的最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帮boss还给他打呢 真厚干呢 还能互伤 啊 我们就感谢咱们大神的表演 我们也感谢小伙伴的收听 希望大伙多多关注我了啊 我们就下期 再见吧